沒有減速還對行人按喇叭 當時有一名正在過馬路的高中生就說 沒禮讓會罰六千 那讓這個騎士非常不滿 居然拿了武器尾隨 這一名學生還把他逼到暗向牆角 去施暴攻擊 現在家長決定要告到底 到底怎麼回事 時間往回推 當時被害人正要過馬路 但騎士卻沒有禮讓 油門直直催 險些撞上行人 雙方嬰兒爆發口角 被害人和騎士就是在這個路口發生爭執 騎士氣得從後車廂內拿出武器 一路尾隨走進巷子內 將人攔下徒手攻擊 被害人的家長曬出驗傷單 真的好心疼 孩子放學回家的路上 被陌生男子當街攻擊 身為家長這口氣實在吞不下去 他是差一點就撞到小孩 所以小孩就有一些反應 停下車來 然後就從車子裡面拿出一隻甩棍 然後就走過來 把小孩子擋在那個巷口 然後就打了小孩子一拳這樣 事發在新北新莊 這名同學回家時 行經沒有號制燈的路口 看到騎士沒禮讓他脫口一句 你這樣會被罰六千 就是這句話引發國姓男子不滿 亮出武器 尾隨攻擊 面對這些事情 其實當家長的心裡面 難免會不舒服 因為畢竟這裡也是 學區附近的一些嚮導 被害人提出恐嚇傷害 妨礙名譽及回存等罪 本分局依規定受理偵辦 大街上沒禮讓行人 還惱羞追到暗像揍人 被害學生的家長 事後也決定提告 要替兒子討回公道 記者紅草神 蕭世華新的報道 有關 有關 我會有關 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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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